横跨在葡萄河上的铁锁桥 桥长三十多米 由八根铁锁并列组成 如今的葡萄河水流并不大 但在八十多年前 这条河却阻挡住了红军北上的路 所以红军到这个地方以后就是过不来 然后决定离这个桥下游大约两公里的地方叫小河塘 从那个地方就是涉水过河 当时过来了一个团是吧 对对对 当时红十一团先过来了以后 就是这批的手敌发现了红军过河的红军以后 就把枪口吊断小河头 然后就是发生了激烈的枪杖 过了河的十一团 就是提前抢上了咱们右手兵 看得到这个白马山 跟这边的敌军形成一个对峙的状态 当红军准备过桥时 敌军已经提前占领了桥头 拆掉桥上的木板并设置障碍 这样的局势很容易让人连讲到长征途中的飞夺炉定桥之战 然而同样的难题 结法并不一样 由于上游洪流军团在富民的小松原那个地方 也受到阻击 所以总部决定过后的十一团 到向往这停黑的时候 趁着验射撤回来 然后是从富民转到此凶 从那个方向过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